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螺丝结顶和羊肉巷等几条巷子错综复杂地交织着 听附近居民说 这里根本不能装露灯 只要一装 第二天就熄掉 不是被人砸掉的 就是莫名其妙地熄掉的 灯泡拿下来好好的 但里面的屋丝已经断了 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去装新的灯泡 走在巷子里面打手电筒也会莫名其妙地熄掉任何电动的东西 晚上到了巷子里都用不起来 摩托车 电停车都要推着走 附近的人家晚上一般都不出来 所以晚上如果在螺丝结顶遇到一个人 那未必是人 走在螺丝结顶里伸手不见五指 还常听见门轴的声音 分不清到底是人在哭 还是门轴在转动 住在螺丝结顶里有一户弹琴的人家 经常在深耕半夜抚琴 琴声乌叶 不管你走在巷子里的哪一段 都能听到那声音 第二个 保障湖相别录 保障湖究竟有多少冤魂在里头 现在没有人知道 奇怪的是 所有在保障湖里淹死的人 都是会游泳的 那天和一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一起从保障湖边上走 他一直在叹气 说当时真不应该把保障盒搞这么大 他回头看了看高高在上的汉木 又指了指湖水 说 这地方不淹死人 什么地方才淹死 保障湖旁边有一条路 叫相别路 也许是给那些亡灵留的 我曾经观察过 晚上那条路上基本上没有人走 如果有 大多数是去游泳的 如果走这一条路去游泳 大多数是上不来的 和南京的紫霞湖一样 扬州的保障湖有一系列的神秘事件 每年都会淹死人 却每年都还要有人送过去被淹死 游水幸好的几个朋友曾经潜到保障湖底 想寻找究竟 当时几个人身上都带了安全伤 保障湖的南侧下面全是鹅卵石 水不深 也从来没有人在那边淹死过 有人说 当时还准备把那边开发成天然玉场 可是在往北潜了一百米之后 水突然变深 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死在保障湖里的人 基本上亡魂都在此处 有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了 有的没有 永远都找不到 第三个 小茅山的不归路 扬州有一个地方叫小茅山 是很多人的人生中点站 每当阴天下雨的时候 从那边走 都是能够让人心里发毛 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附近的马路上 有人经过的时候 可以看到飘忽的影子 而且有的人能够听到哭声 经过的人是不能回头的 也不能停留 否则就麻烦了 总之我们小时候听到这些都是毛骨悚然的 也是更加不敢去的 小茅山是扬州最悠久的墓园 说实话 除了清明的白天之外 我小时候也是不敢过去的 因为总是感觉那里好像怪怪的 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 晚上那个地方更是不敢过去的 那条路的路况 小时候也不是很好的 总是听到各种说法 说有人开车看见有女子蹲在马路边哭泣 但是走机一看又没有人了 或者说有人喊你的名字 不过 小时候对小茅山南边 一个鱼塘里面的住户倒是很佩服的 这种地方他们也敢住 最后说一下的是 即使是今天 你让我晚上一个人从那条路走 我也是不大敢的 第四个 墓地 传说中的鞋地 我每一个都在夜里去过 那时候才十七八岁 常常和一帮发小喝过酒 然后就打赌到小茅山 去了之后也没觉得什么好怕的 到时候来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的地方 那才叫一个恐怖 那次是夜里十二点多钟 几个发小从游戏时出来 想找点刺激 其中一个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墓园 那不是一般的墓园 是伊斯兰教墓地 位置在平山堂烈士陵园旁边的那条小路 一直走下去 走大概十分钟吧 一路无灯 旁边就是烈士陵园 走到头看上去没有路了 其实走近就能看见有一条大道 是一个小镇 穿过这条小镇一直走 注意左手边的插道 有很多插道 其中一个没有路灯 看上去就很阴森 去的时候各个胆子都很大 但是走着走着就有点邪了 一开始只不过就是黑路 两旁还有点房子 到后来走着走着就没有人家了 两旁全是田 再走五分钟就是一条黄泥路 路两旁全是很高的芦苇 在冬天的夜里被风吹得沙沙响 走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豪情壮志已经全部没有了 基本上只能靠着依稀的月光辨认前方的路 大约再走上五分钟 就让我们一帮人全部吓傻在那边了 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个由各种植物围起来的墓园 不是很大 但是里面飘着很浓的雾气 外面则完全没有一点雾 还能看见绿色的龟火在植物和坟墓上飘荡 说实话 当时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再看看其他几个人 脸都下白了 但是由于爱面子 没有一个说要回去的 但是谁都不敢第一个先进去 僵持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最后大家提议 互相板着胳膊一起进去 其实当时非常后悔和他们一起去 但是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一起进去 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我一辈子难忘 因为是伊斯兰教的墓地 里面埋着的几乎没有火化的 而且入葬的方式也很恐怖 挖一个很浅的坑 人正好睡在里面与地标等高 然后在上面用大理石砌成棺材形盖住 有的大理石坏了 我就亲眼看见一只裹着白布的角落在外面 后来怎么出去的忘了 只记得快到门口的时候 一帮人是一路狂奔着出去的 其中有一个年龄最大的 吓得尿在身上了 回来后第二天 去的七个人中有五个发了高烧 第五个 师范学院的紫藤小楼 师范学院景色很美 四季长青 藏于闹市 在师范学院东侧靠近池塘的地方 有一条长长的紫藤架 每到夏天的时候都累累地开出花朵 很浪漫 很多学生都喜欢选择这个地方 作为他们优惠的私密领地 紫藤西侧是好几座小楼 苏联是建筑 安静隐秘 而在紫藤架子和这几栋紫藤小楼下面 是师范学院的防空洞 这么美丽安详的地方 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秘密 而来这里优惠的 往往都是刚入校的大义信生 因为他们不知道秘密 据说 紫藤小楼在大运动期间 曾有好多人上吊自杀 在紫藤架下的时候 会听见楼里的人用俄文读谱细经的诗 有时只是哭声 女人的哭声 小楼似乎承载了太多的苦难 沉冤 其实 没人说的清小楼的秘密 只是听见哭声 只是永远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住 第六个 黑天鹅和温河南路46号 扬州人都知道黑天鹅这个地方 其因原来是一个黑天鹅商场 还曾经红火过 可是没过几年 这个曾经的标志建筑一下子就沉沦了 后来诱惑时连连扬州网络上盛传的火烧黑天鹅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两年 黑天鹅这个红绿灯路口的两幢大楼连续发生大火 烧得很莫名其妙 虽然后来也破了案 说是电焊宫导致的 但是没有多少人相信 真不知道下一个要烧到谁 现在只剩下路灯北边的九龙湾和高氏眼镜没着火了 据说这两家的灭火器比庞家要多几倍 虽然大家都知道黑天鹅 却少有人知道 黑天鹅北边有个更邪门的地方 温河南路46号 就是一个窄窄的门面 这里开过酒吧 衣服店 现在开着烟酒店 可奇怪的是 在温河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只有它这边望不起来 基本上是开什么死什么 最近 烟酒店也终于关门了 据说 六年前 旁边的大楼上 曾经有一个阳中的女孩跳楼自杀了 就吊在这个小店门口 旁边肯德基的服务生半夜上货的时候 偶然会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走进大楼 大半夜的 而且楼上是没有单位上班的 第七个 友谊路 黄泉路 扬州的殡仪馆的那条路 好像是叫友谊路 放在殡仪馆旁边 有种说不出来的阴森 那靠近殡仪馆的路 据说也是不怎么太平 听说在鬼节的时候 如果半夜起来还能隐约听到滴滴的鬼哭声 就像辽宅里那些死不瞑目的魂灵 开车的司机太晚或者太早地经过那里 总免不了心里毛毛的 甚至车走得好好的 也会忽然跑岔 又或者一个跟头栽下来 偶尔也听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外地的司机经过避衣馆时 大概是忽然想到自己的亲人了 不禁悲从中来 也不止是开车走神了 还是方向盘失灵 走到是三院的时候 撞上了一辆卡车 好在司机命大 最终逃过一劫 第八个 长江 扬州的江边 在每年的长江近于前后 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尸体 靠打鱼为生的老人 对这些服尸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时候看到连报警都免了 那些闲来无事的打鱼人总结 这些尸体无非是自杀为主 他们就曾经看过一个姑娘 因为爱情不如意 在江边徘徊了三天三夜 后来虽然被巡逻的警察劝住了 但是一周后 人们还是发现了 她的尸体飘在水上 又有一年 一个高考落榜的学生 在被家长责备以后 跑到江边溺水身亡 而且江边经常会发现一些尸体 被警方发布通告多日 仍然没有人认领 总之 打鱼的人说 晚上没什么事 一般人是不会在晚上独自跑到江边来玩的 第九个 孙庄路的邪门电线杆 孙庄路在哪里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路况不好 建设西区市 把那里修了以后 路是好走了 但是由于地理未知的原因 一直都是人烟稀少的 大白天路上都遇不到几个人 在离路边红绿灯200米左右的那根电线杆上 这几年不知道撞死了多少人 每一个都死在这一根上 据说 撞上的人最好的状况 也成了植物人 靠在这个路段最近的东方医院 这些年不知道接受了多少在这里被撞的人 被撞的都是骑摩托的 据一个被撞成植物人的亲戚说 他舅舅在出事那天根本没有喝酒 而且平时也不喜欢喝酒 五十多岁的人了 骑车很稳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撞上去了 去年接近元旦的时候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带了个朋友 骑车从那里经过 撞到那根斜门的电线杆上 因为没戴头盔 后脑勺撞瘪了 脑浆流了一地 因为经过的人太少了 出事后很长时间才被扫马路的发现 等送到最近的东方医院 坐在车后的小伙经治疗没有大碍 但是车主抢救了一个小时 没抢救过来 据医院说 医院这一年时间 已经接收了好几个在那里撞下来的人 只抢救过来一个 虽然活了 但是却成了植物人 听附近的居民说 那根电线杆附近叫做百家坟 过去穷人家死了小孩 没有地方葬 就拿一张席子裹了葬在那里 还有很多流浪 冻死了饿死了 都被直接葬在那里 传说因为从来没有人来祭拜 而且死掉的大多是孩子 调皮加上怨恨 经常心血来潮 就拉过往的摩托车 骑自行车的也经常在这里摔倒 这里经常有近年被撞死的家属过来击败 那边还有一个特赦的土地庙 据说那里还有一个现象 一旦下雨 那根电线杆附近的小地 洼地的水很久也干不了 就算地势比这里低的很多洼地 水都干了 这里依旧很潮湿 第十个 赵庄的垃圾场 扬州西郊 有个叫赵庄的地方 以前那里是个有很多人居住的村庄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个地方的住户都陆续地搬走了 只留下比较少的几户人家 对外界说的原因是 那片地方要建成垃圾场 你说 一个好好的村庄 怎么就被规划成垃圾场了呢 后来陆续有人把坟墓 迁到了垃圾场附近 有知情人说 是因为那里阴气重 适合死人住 一般晚上那里很少有人走 要路过的人都想办法绕道走 如果开车经过那里 常常看到萤火虫一样的东西 夏天有 冬天也有 有时候还吸附在车窗上 有时候经过那段路的时候 车门灯都会莫名其妙地亮一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开门进来 骑自行车之类的人经过那里 经常会车胎煤气 或者看到有人迅速地从那里穿过 但是仔细看 有什么都没有 遇到这些事的人 回家后感冒发烧挂水都治不好 只有到当地的土地庙烧了香 才会好起来